嗨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小五 华翔北淘机我最快 今天我们依旧来到全国最大的二手机批发市场 关注我所有手机的批发行情都在这里 苹果十三已经发布了有一段时间了 那么他所对应的二手机行情又是如何呢 接下来就带你们去二手机市场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今的二手机行情是怎么样的 来到市场 我们优先帮这位北京的粉丝鲁先生去市场拿一个苹果12polo 这是一台无所128g的外观橙色呢 也是一个完美冲心的橙色 没有磕碰划痕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6100左右的预算 相比苹果十二一天要充电两三次续航拉垮的一个问题 十二polo呢 也是要好很多 6.1寸的ol 异地屏 整体的一个握取手感呢 也是非常的巴士 内置也是一个s4的处理器 性能方面也是非常不错的 后置三项头1200万的像素 拿来当主力机用个三年左右呢 这款机型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 同时也是支持5g网络 如果你有双卡需求的话 还可以当卡改双卡 接下来我们再来帮这位重庆的粉丝高先生去市场拿一个苹果12polo max 这是一个黑解无所256g的 外观橙色呢 也是一个99成星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6600左右的预算 相比无所 这里也是有不少的差价 跟国行一样的品控 功能质量 机器也是原装无拆无修 三网通插卡就能用 内置呢 也是一个s4的处理器 6 7寸的ol 异地屏 后置三项头1200万的像素 并且续航方面 电池容量 它也是有一个3687毫安 仔细检查机器各项功能 没有什么问题 其他的我们就带回家 直播间测机 手上这台苹果11polo max呢 是帮这位贵州的粉丝欧阳先生去市场拿的一个机器 这位粉丝呢 也是关注了我们差不多有一个月了 看我们不论是测机器还是淘机器 都是非常仔细 所以也是很放心 让我们去市场淘机器 相比苹果12系列的机型呢 续航拉垮的一个问题 11polo max呢 也是要好很多 首先 续航方面呢 它内置是有一个3687毫安的电池容量 续航方面 正常运行一天也是完全够用的 屏幕也是采用一个6 5寸的ol 异地屏 整体的一个 握取手感 包括它的这一个清晰度 也是非常清晰的 内置也是a13的处理系 性能方面呢 在如今运行高配置游戏也是非常顺畅 不会卡顿 预算在3000左右 自己平时又比较爱玩游戏 比较喜欢大屏幕的手机 可以选择我们手上这台苹果 Xs max 这是一个无所256句的 外观成色呢 也是一个95成星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3400左右的预算 这台呢 是帮这位河北的粉丝 王先生去市场淘的一个机器 这位粉丝呢 也是在看我们直播 所以是想换一个性能好一点的手机 苹果xs max 内置是a12的处理器 游戏性能特别强悍 运行高配置游戏 也是毫无压力 6 5寸的ol 异地屏 续航方面 电池容量也有3174毫安 拿来当主力机 用个两三年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拿来当主力机或者游戏机 用个两三年 也不用担心它的一个性能 配置会不会运行卡顿的一个问题 现在我们再来安卓市场帮这位江西的粉丝 王先生去市场拿个华为mate xs折叠屏 最后粉丝呢 也是关注我们有小半年的时间了 所以是很放心 让我们去市场帮忙讨一个橙色好一点的机器 曾经一度炒到要好几万加价才能拿得有的一个折叠屏 如今在华像北这里也是沦为了千元机 手上这台呢 是一个8加512g的外观橙色也是一个99成星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8900左右的预算 相比全新机呢 这里也是有一个8000左右的预算 的差价 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 内置麒麟990的处理器 8英寸的折叠屏 双卡双带 支持指纹识别 后置呢 也是有一个4000万的像素 续航方面 电池容量也有4500毫安 这款手机的逼格呢 也是非常的高 现在我们再来帮助福建的粉丝 刘先生去市场拿一个华为妹的三菱手上这台呢 是一个4g版本8加128句的 外观也是一个节奏神星 没有磕碰划痕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2700左右的预算 相比5g版本 这里也是有不少的差价 他们都是一样的处理器 内置麒麟990的处理器 662寸的直面屏 打游戏也不会出现误触的情况 后置4000万像素 4200毫安的电池容量 来当主地鸡用个两三年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并且是支持一个双卡双带的预算在2000左右呢 就直接选择我们手上这台华为mate20polo 它是一个优低版本8加128句的 外观成色呢 也是一个99神星 目前市场行情的话是在一个22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相对来讲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这台机器呢 是帮这位新疆的粉丝张先生去市场淘的一个机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一个配置吧 首先呢 它的屏幕是一个639寸的双曲面屏 后置莱卡三色4000万的像素 并且续航方面呢 电池容量也是有4200毫安 内置搭载麒麟980的处理器 性能方面也是不用担心 运行高配置游戏也是不会卡顿 拿来当主地鸡用个两三年20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 预算在1000左右的安卓机 我们可以直接选择手上这台三星s15具版本8加256具的 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一个机器 首先呢 它的一个外观橙色是一个99层心 没有刻碰划痕 并且支持5g网络 而且还是一个256g的大内存 可以看到它的一个系统运行呢 也是非常顺畅 屏幕也是采用一个6 7寸的三星2k楼性屏 续航方面 电池容量也是有4500毫安 关于配件这块呢 现在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 手上这款手表呢 就是目前市场非常火的一款手表 华强北版本的gt2polo保存捷终结款 那这款手表它有什么亮点呢 首先它是采用一个316不锈钢的材质 屏幕的话 它是采用一个mline的454×454的高清四瓦膜 显示呢 也是非常清晰 同时也是带一个吸屏场写 功能上面呢 还是非常实用的 而且它还是有一个那个mp3音乐独立播放的 它是有配一个黑色的硅胶表带 黑色的皮带 跟一个黑色的钢带 配件也是非常的多 这个的话是在一个400左右的预算 然后这款手表呢 是一个华强北版本的 s6 华强北版本的苹果s6 它的功能呢 也是非常齐全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消息电话蓝牙通知 心电图 睡眠监测 运动心率 血压 血氧蓝牙音乐 省电模式qq通知 微信通知 功能呢 也是非常齐全 然后它也是一个支持磁吸充电的 这个的话是在一个200左右的预算 性价比也是非常不错 下面这两款耳机呢 是一个无线蓝牙耳机 这款的话是目前市场非常目前市场推的最火的一个1562m的 二代的 然后可以看到 跟正品一样的外观设计 然后续航时间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音质也是非常好 这款的话是在一个100左右的预算 这款呢 是一个1562a的 然后支持降噪改名通透的 基本正品有的功能 它都有 然后续航时间也是非常好的 它是带有一个降噪的 打游戏的话用这个是非常适合的 这个的话是在一个200左右的预算 好了 今天的话就差不多分享到这个 如果说喜欢小五的给小五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